大家好,又是我Snakey和師傅 原來沒有上片一個月了,真是非常不好意思 最近都是忙於在Twitch做直播 補回之前一直想玩,但沒有心機時間玩的遊戲 拿回隻狼的白金,然後Resident Evil 新化馬拉松系列等等 中間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給大家,所以就沒有出片 不便之處,不好意思 每次POE的今季後,夏季前,還要遇上game form 真是蠻麻煩的 有見及此,所以打算開一隻game,可以包含到以下三個元素 第一點就是有休閒的選擇 不太困身的,起碼不會說沒玩兩三個月就脫節什麼都不懂 簡單來說就是不需要太投入大量時間精神 追裝追進度等等,休閒向少 第二點就是豐富的POE content 如果有三知己已經可以很愉快地遊玩 單機的朋友組隊亦不會太困難 同時又不需要九萬多人才能打到PV content 就是我們第二個目標 第三個目標就是有得試玩 不要每次真金白銀買回來才知道 可以試的,不適合玩就是產經保平安 這個是最為之重要的 所以就決定了重新回歸MMORPG的懷抱 選擇了FF14試玩版 玩了三幾天之後就直接買了Complete Edition 通常還預訂了6.0 兩個字,糟糕 最後用了144小時 終於打通主線5.0版本了 正式可以開始遊戲了 可以作客分享說一下對FF14的感覺各樣 當中包括試玩期間1-60 Level 以及副輝後60-80 Level的分別和沾望各樣 希望可以幫助處於觀望狀態的朋友們 FF14為最終幻想系列第14款遊戲 同時亦都是計FF11之後第二款MMORPG 基本架構和大部分MMORPG 大型多人線上角色扮演遊戲是大同小異 主要來說是有四類職業 坦克、治療、輸出以及生活技能 生活技能在FF14是另一個層面 我們這些戰鬥民族就不太理會了 目前Shadow Ringer的版本提供了四種坦克職業 十種輸出職業 以及三種治療職業 副本方面通常是以四人八人 二十四人四十八人團隊副本 而其中高難度版本會以八人副本 兩個坦克、兩個治療和四個輸出 作為最後的內容 用一個最簡單直白的方法 解釋給完全沒接觸過MMORPG的朋友 來講就是 玩家選擇喜愛職業與其他玩家組成團隊 進入地城 推倒頭目獲取裝備 最後享受遊戲 大致上就是這樣 過於傾向MMORPG的對白 我們就剪掉它 我們這條影片主要是以兩個流程 三個體驗來去分析或者分享 兩個流程分別就是以試玩版和完整版的分別 體驗就會以Gameplay、劇情、遊戲內容 這三個項目去講 好開播 目前的試玩版可以比玩家玩到60 主線劇情可以推到3.56版本 這件事是非常吸引 也是師傅入坑的主要原因 試而已,又不用錢的 畢竟FF14和其他MMORPG可能有一個先天的缺陷 它不是說買月費便可以玩到 FF14是需要購買遊戲本體外加月費 才可以真正進行遊戲 所以試玩版就非常幫到我們這些官網免費 可以親身試試才決定下一步 好,那就去到Gameplay的部分 試玩版一邊的Gameplay 很多功能是沒有的 例如無法交易 無法組隊 但是放心,你可以自己排到副本 又或者可以叫付費玩家組 你是不會單機到60 level 不過就變成免費的雅仔 別人物理你都不能達到人 好了,我們去到重點 頭30 level的遊戲系統是簡陋的 畢竟可以用的技能太少了 組合技方面都要去到60-70 level才可以解鎖 變相頭30 level任何職業都好 其實都是一兩個回圈就已經是最大的輸出或者最大的操作 變相可變性是不高的 但是去到30 level轉職之後 特別的職業技能開始解鎖 職業的獨特性慢慢顯著 例如坦克打怪真的好慢 而且真的好硬 輸出職業的回圈開始變得複雜 同時真的好脆 寶斯簡直無恥 唯偶都不死 但是自己又要打人打9年才死 而同時值得一提的地方 就是有別於WOW魔獸世界 WOW的GCD Global Cooldown 公共冷卻時間是1秒鐘 而FF14的GCD是2.5秒 感覺上整個遊戲的節奏是相對的慢 不過去到80 level之後 已經完全是另一件事 這些我們在後面再解釋 總括而言 等級上在50之前都算順利 最多都是少量卡level 不需要做太多無謂的事情 你已經可以推進主線 所以遊戲的前期Gameplay 不過不失 未去到非常好玩 但一點都不差 關卡的設計 就算前期你都見到是有心思 而後期的內容 我們在後面完整版的時候再作講解 接下來就是遊戲劇情部分 這一部分其實試玩和完整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開始去進行這個分享或者感想 劇情方面去到50 level左右 開始真正解釋玩家們光之戰士的設定 首先有水晶、帝國軍、盲神 這些最終幻想系列的背景 然後主角就被一班地下組織的人非常欣賞 然後勸其加入大聯盟大戰這個自護軍 誰知自護原來都是打工的 最後處作俑者就是一班叫無影族的人 搞了一大輪之後終於打爆機了 然後例牌被同事屈你造反 結果整村人為了幫你走路而消失於畫面之中 大致上就是這樣 整個故事和FF系列都是非常吻合的 都是結緣、認識、被屈、最後拯救世界那類 劇情文本在FF14裡面的比重是極度極度之高 Square Linux作為一間電影公司 他在劇情上至鋪排過場語音 下至文字對答都好 他都投放了很多很多資源 只是試玩的階段 由版本2.0到2.5 大約等級是由1到50 交代劇情和中間的郵差任務 任務數量是高達223個 好看還好看 但真是很飽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接受這麼多的劇情和資訊 還要經常開例會 你是分不到哪段劇情是很有意思 哪段劇情是開例會的 在這個情況下 你只能夠飛完所有劇情 幸好這遊戲內部是有功能給你看相關劇情 對於補原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某一程度來說 如果你接受到回頭看補原的說話 沉重的劇情其實就不算太過份 只要回頭看 但你一次過吃完 真的好餓 到遊戲內容方面 試玩版以戰鬥部分來說 玩家已經可以參與到4人 8人和24人的副本 由於師傅和幾個網友一起開始 所有副本對我們來說都是全新的 所以整件事就好像海鮮一樣 很有新鮮感 由於FF14 大部分的地城都屬於打機制的地城 在哪個時間你要做哪件事 去解除或觸發某一種機制 才可以安全完成副本 就算你裝備更好也好 你也是很難做出剪壓式通關的 我們朋友們全新學習這件事 整件事就真的蠻好玩的 因為小副本也有一定的托方的感覺 當然只是50-60級的副本 不會太難的 可能一兩次團就會完成 不過多人副本 8人到24人 由於街場是有機會排到其他老手的關係 很多時候 其他隊友已經幫你解決了那個機制 導致我們這一種新手 有一種可有可無的感覺 在60部之前這個問題都比較顯著 但當你去到80之後 另一個世界 我們就融流再談 所以總括來說 整個機制 四人八人副本 是有趣的 而且 非戰鬥部分內容 是多不勝數的 FF系列的小遊戲 卡牌遊戲 日本牌都可以打 所以內容上 真的很充足 至於你會不會去玩 另一個範疇 剛剛八分鐘九分鐘說的 就是60試玩版的感覺 感覺上 除了很飽的劇情數量之外 Gameplay 內容 以及預期的展示方面 都是非常良好的 FF14的試玩版 但在預示上 已經被玩家看到 如果你升上去之後 會有什麼 你有什麼可以做 然後你的Combo會是怎樣 這個Expected Value 已經出現了 而且另外一點就是 FF14也是最為之重要的一點 以及非常吸引的一點 就是可以一角N職 只需要換裝 就可以換另一個職業了 玩家是不需要重新完成主線的 你只需要替換武器就可以轉職了 升等級都是非常快和簡單的 所以當師傅完成了試玩版之後 就直接把遊戲加入購物車 後半部分就是遊戲解鎖 80等級的感想 當真正完成主線到80之後 也是遊戲正式的開始 各種技能開始解鎖 由50等級最多 可能只有123Combo之後 到現在60秒 要打出最高輸出的話 Combo是有19多個按鈕 而且中間會切入沒有GCD的技能 雖然GCD方面是2.5秒 其實你在2.5秒要處理的 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FF14在團隊輸出上 是非常吃得緊的 每一個職業甚至坦寶 除了頂怪和治療之外 都需要幫忙輸出 才可以處理高難度的副本 同時高難度副本 要處理複雜的油理機制 所以高難度副本 都需要處理幾件事 自己職業的定位 打出最完美的輸出Combo 同時處理地城的機制 真的很冷藏 以下有幾個示範可以給大家看看 剛才撥去右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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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 Gameplay部分 越玩到後面 就是越玩越好玩 以及越玩越難玩 要處理這麼多機制 同時打出最高輸出的回圈 非常有趣 可能一隻王打成10分鐘 中間第8分鐘 不小心出錯一次 就可能滅團 重新來過 整件事是有趣的 之後就以片頭所說 我們不希望這個遊戲 是追裝追進度 或是投放太多時間 我們希望已經休閒向來發展 暫時來說 師傅以身手的角度來看 追裝追進度 這件事不太存在 因為 因為遊戲內 暫時最高的物品等級 是535的武器 防具可能是530左右 但其實拍賣場 你已經賣到510多的裝備 數值上 不會有差天共地的出入 更似於 MinMax的感覺 所以感覺上 是一個新手的感覺 因為師傅只不過是 剛剛接觸這個遊戲 不敢說太肯定的說話 所以感覺上 MX14 就不太存在追裝追進度 而在師傅訪問過 兩三位玩開MX14的網友 他們都說 MX14的重點 就不是怎樣追裝 而是重點是學會 打贏那隻王 或者打贏這個機制 所以裝備要拿回來的渠道 就不會太難 反而你怎樣 會打零式的副本 是最難的 絕對是可以休閒向的遊戲 因為 不需要有一定的gearing 你都可以有入場費進行遊戲 反觀 其實MX14是需要時間學習 才是最困難的 簡單來說 這遊戲不太需要grinding 但是需要大量的learning 才可以進行到遊戲 所以綜合來說 MX14絕對是達到 我們之前那三個要求 就是可不可以休閒向 有沒有豐富的PV content 以及它是有得試玩的 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 除了上屬的優點之外 MX14還有幾個亮點 師傅覺得非常好的 第一它是非常照顧單機的朋友 在牌庫本方面 系統是簡單而貼心的 同時有冒險者小隊 照顧單機的朋友 玩家可以自己帶領三個NPC 去打地城方便升 新的角色或新的職業 遊戲還有龐大的座騎 寵物屋甚至家居都可以買的收集系統 還有最令人滿意 就是BGM的音樂部分 F14接近任何地城 都有自己的BGM 真的很好聽 投入度的確大增 整個遊戲體驗三個字 好玩的 大致上就這樣 師傅已經預購了6.0的版本 希望學會玩這遊戲之後 可以做一下影片各樣 如果你是處於觀望狀態的朋友們 師傅覺得這樣 如果你是想有些寄託 玩一隻遊戲 ongoing少少 久不久 online打一下副本 存一下座騎 小遊戲 玩到悶就換武器 算了 別的職業試試 這些都是F14的好處 同時 如果你要放下玩其他遊戲 像師傅一樣 過幾星期之後都會開POE 我們應該是完季又沒有遊戲 玩的時候才回來做F14 所以F14在剛剛的scenario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始終年代不一樣 現在很難說困在同一隻遊戲上 太來太來 而目前來說 F14是做到一個抽身的感覺出來的 不過最難的就是 首先你要捱到第一百二十 甚至乎一百五十小時的主線 你才可以開始遊戲 真是好玩 完成到主線的各位 都是真正的光之戰士 這個稱號絕對是得來不易的 而如果要說F14最大的缺點 就是他所有便利的東西 無論是飛行 職業 主線 各樣都要辛苦痛苦一次 你才可以享受到之後的便利 例如星星人方面 你可能需要準備多些東西給他 然後如果想在地圖裡飛行的話 你可能首先要去世界各地走過一次 拿回相關的蜂蜜 你才可以繼續飛行 所以他的便利全都是建基於 你已經痛苦過一次 他就會給你一些回饋 所以Anify 如果你是處於觀望狀態 其實很簡單 你下載試玩版 試試手感 又不用錢 你覺得低能 節奏慢 因為慘怕沒有平安 有興趣的 先試一下 你下載了 試玩了 到時你就知道合不合玩了 今次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師傅很快就會出另一條影片 因為POE的Announcement也即將推出了 Anyway 我們下條影片見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幫到你的話 記得訂閱小弟 Snicky何師傅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以及Twitch 多謝收看 謝謝你 再見 諸位